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校将黑箱灭锁的问题 不会是学校的第一起 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反对事情不到品尝 黑箱灭锁 下个是谁 反对事情不到品尝 黑箱灭锁 下个是谁 黑箱灭锁 下个是谁 会议还没有开始就高度的伟安 从楼梯间到里面 刚才进去甚至老师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个收身啊 同学不要这样 同学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 一定要受伤 注意安全 安全 这个女生要不要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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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推紧 不要推紧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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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注意安全 同学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小声 点 还有 estava 那剛剛狀況大概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先提這個程序的問題 因為它並不符合我們的校內規定第四第五條 他們對於這個東西並沒有清楚解釋 只是我們一切都很符合程序 然後開始進行實質的討論 研發出各個校內的代表 就一直不斷講為什麼要停招 然後其實有幾位老師有發言知識 或者質疑說這個東西有沒有問題 包括說如果即便是沒有達到這個標準的話 那後面的處理方式是 減招還是標準是什麼 還是停招 那減招減多少 這個都沒有一個實質的標準 那因此提出了疑問 那學校還是再次說 我們都很仔細的做這樣的討論 那最後因為我一開始就提這個程序的動議 就是擱置動議 那擱置動議的部分 最後他們其實前面一直在進行實質討論 最後我再提醒說 我要擱置動議應該要優先表決 那主席也做了才是做了表決 那擱置動議的時候有十三位老師委員是支持擱置動議的 然後但是我們輸了 就是擱置動議並沒有成功 他還要進行議案的表決 那接下來現在做這個議案的表決 那我相信一定會成功 學校一定會通過的 因為其實老師們 他是用舉手投票的 剛才的這個動議案也是用舉手投票的 我想那壓力很大 即便是我也會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表示 我現在就是退行 抗議 然後剛才的那個學務處 就一直在講說學生暴動 然後讓老師們很害怕 我就跟大家講說不用怕 其實學生根本沒有幹嘛 他們只是想知道結果 那我也跟這個學務處講說 請不要把學生的污名化 他們有他們的權力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們要在上課的期間 要在守護爾統項面前 在雨天的時候 對他做相關的鼓勵 我們今天被世新校務會議 透過舉手表決 相信通過的方式 要挺招設法所 我們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遺憾 原因是因為世新完成沒有 協助我們做相關的減招的做法 他在我們這學期還沒招生完全的時候 就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透過校務會議 將設法所強行停招 作為學生 這件事情我們非常錯愕 我們在上週的時候才得知 校方要停招我們的系所 設法所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申請 也沒有任何的討論議案 校方就在今天下午的校務會議中 直接提出停招議程 違背了校內的辦法 加上 教育部明明有發喊 給世新的校方說 你應該要做相關的說明會的宣導 以及做相關跟師生的溝通 相關的規劃 以相關的減招的考量 才會倒停招這一步 沒想到今天 世新完全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完全不顧 他自己訂定的辦法 今天就要求了校務委員 強行的表決 世新對於不賺錢的系所 他不在意學生跟老師之間 求學過程中 對他的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他會因為相關經營的方式 就要關掉他 我們要持續地呼喊成生活的精神 我要說話 我要說話 我們要確保世新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不淪為國務館的展品 跟後人的歷史評調 我們透過今天的行動 我們也希望是 這些同學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學期初的時候看到 當校內的學生 反對相關同學費的時候 他把學生相關的意見 視為不存在 因此今天社發所的停招 我們會持續地看下去 因為我們認為這件事情 完全地不合理 視新的這樣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讓 更多社會大眾知道 以及視新社發所的精神 我們認為更多人 應該要共同地參與與聲援